然后最后保罗说什么 所以最后保罗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很重要的警戒给提摩太人 也是我今天要给各位 第十六节 讲完叫众人看出你的掌镜的时候 十六节说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一起来这句话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些上恒心 因为这样谁又能救治 又能救你 各位所以你们发现 保罗是很啰嗦的 讲一句讲一样的东西有没有 所以你们不要说牧师很啰嗦 这句话是 你们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这个两样东西是很重要的 自己是什么 自己是讲什么 watch your 英文怎么讲 你们有英文圣经 watch your life and your doctrine 对不对 谨慎自己的生命 你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 跟自己的教训 教训就是 因为提摩太是牧者 所以他所认识的 传讲的神的话 那个话语 那个教训 教导 就是那个 换句话说教义 你对圣经的教义 整个对圣经的理解 你要谨慎 你这个两样东西 生命 和教训 这个两样东西 彼此影响 彼此影响 教训影响生命 生命影响教训 所以我们先问 什么是生命 我们每次讲生命 生命 生命 其实是 我们的灵性里面 含有的内容来的 我们的灵性里面的 那个内容 所以当我们说 基督生命 我们叫基督生命堂 为什么叫基督生命 我们讲基督生命的时候 就是那个 那就是表现 你拥有的 那个基督的内涵 内涵 你的爱心 你的信心 你的圣洁 你的忍耐 你的节制 你的谦卑 你的顺服 这是里面的那个生命 生命的东西看不到的 但是这个生命的东西 体现出来是什么 体现出来叫做生活 或者榜样 对不对 一定体现出来的 所以生命体现出来的 就是生活的榜样 那个榜样 那个生活是从生命里面 流露出来的 所以生命的东西是 你里面 那个基督的内涵 教你怎么思想 判断 追求 喜爱 决定 选择 这个都是在里面的 所以你的心怀意念里面的 那个生命的东西 那个内容 对不对 教你之后你做什么 人家一看 你所做的 你每天的生活 你选择做什么 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马上就会看得出 你的生命 是不是来自主 所以 你问 这个生命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生命是 当然 基督的生命是神的恩典 对不对 祂重生我们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 这个生命要天天更新 天天更新 越来越像 享有基督的那种生命的内涵 是从你所领受的神的教训 教训来的 所以生命跟教训是连接 教训 你怎么认识神的教训 领受神的教训 会形成你的生命 所以教训 当神的徒人 像把神的教训这样讲的时候 你可以拒绝 对不对 或者你领受 所以 你谦卑的领受的时候 这个教训就会使你的生命继续更新 越来越像基督 对不对 但是也有可能你的生命拒绝 你听了 你的我比神大 所以你拒绝 然后 或者 你扭曲 你读了圣经的话 你扭曲 把圣经的话扭曲来符合自己 把它合理化 所以我们人有罪的人 最容易做这种东西的 扭曲真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提摩泰四章那边 一开始说 有人 在末后的时代 跟从魔鬼的道理 所以这个假道就出来了 所以当一个人 他拒绝了生命之道 他生命之道 所以他就会造出另外一种教训 所以我再讲一遍 教训 教导 神的话 影响生命 所以神的道影响生命 你领受 谦卑的领受的时候 影响这个 或者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是刚硬的 拒绝这个神的道 所以你影响教义 所以反而造出自己的教导 所以那个就害了教会 害了旁边的人 这两个东西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 为什么保罗说 你这个两个都要谨慎 谨慎你的生命 还有谨慎你的教训 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什么 生命跟教训的东西 是缺一不可的 是两个相辅相称 一定要结合在一起 相辅相称 所以有一些人 他们对神的属灵的教训 懂很多 但是他们的生命跟不上 从哪里看到 看到他们 懂很多 但是没有爱心 有一点要牺牲 神不愿意牺牲 有一点要走信心的路 不可以 但是他会讲 讲很多圣经的论点 神论 人论 鬼论 什么论 天使论 道德论 什么论 都是论论论 永恒论 末世论 问题来自己没论 就是没有办法 不可以 生命没有 所以你懂 你的生命跟不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跟不上 所以你不要满足于你懂的 你要问主 这个懂的东西 要确认在心 然后有挑战来的时候 被对付 所以一个谦卑的人 马上就会懂 OK 我自己是没有忍耐 没有能力 所以懂的东西要确认 要祷告 要挣扎 然后谦卑地学习 然后跟旁边的人 的榜样学习 对不对 蒙恩的人 要这样学习 亲爱的弟兄姐妹 OK 这样的人 他的生命跟他懂的东西 慢慢会跟上 感谢主相向 有一些人 他以为他很有生命 为什么 他一般上觉得自己生命很好的人是 因为他很热心 在教会里面有做一些善行 或者常常有帮助人 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受教导 他对神的教导 认识得很肤浅 就是说 他的这种善意 他的热心热忱 对人的 有可能是从他自己的本性来的 你们明白 本性 你要找好人 这世界一大堆 对不对 行善的人 但是你的善 是不是神教你做的善 神预备你行的 所以你可以不受很多圣经的教导 不用牧师这样 每个礼拜 一两个小时这样教导 你也可以做 可以付出 可以什么 但是你会发现 这种生命的表现不久 因为没有根 然后遇到挑战 遇到难处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样的生命很快就枯干了 所以第一 你会发现 这样的人的服饰 不能长久 另外 他不能摸 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做事 可以 所以你了解吗 所以一定你需要教训 不然人表现出来的东西 他慢慢会夸耀自己 然后就会觉得说 我付出这么多 为什么你不能付出 他就有戒律 那种戒律性的心态 他眼光看别人 我做到 为什么他不能做到 对不对 这个就变成一种 其实 有一种律法主义 或者自义的那种心态 没有办法建造 主要建造的生命 所以 请弟兄姐妹明白说 所以这样的人也要明白说 你不要满足于 你现在能够会做到服饰的道理 你一定要受教导 受教寻 服饰是有方向的 热心是有方向的 爱人是有见识的 全部要从神的教寻 当你这么做的 这两个地方能够相辅相称的时候 你下面就会看到 十六节说 你在这些事上 你这样行的时候 保罗说 你又能救自己 也能救听你的道的人 Amen 为什么救自己 为什么你要救自己 因为这个地上有苦难 这个地上你活在的世界有罪 你也活在这个罪身里面 会受试探 所以你要能救自己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苦难一来 苦难来的时候 你用什么救自己 你用你所认识的教训 和那个已经确认出来的那个生命 基督的生命 来在苦难当中能够被炼净 有这样的人的生命 反而他在苦难当中不但不跌倒 他苦难患难生老恋 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胖 对不对 就这样的生命出来 这是救自己 所以你怎么救自己 你也会怎样的救旁边的人 辅导旁边的人